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乃亚出生于关西地区的富人区 三岁开始学习芭蕾 14岁时以100比3的竞争进入宝种歌剧团 并成为花祖的主要演员 宝种歌剧团也一直是日本音乐歌剧团的天花板 以清白正派活跃于大众视野 其成员均为未婚女性 家境富裕 专业过硬 表演走的是高端风格 受众也都是上流人群 此举一出 舆论哗然 但在下海拍AV上 日本实在有过太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先例 金井梦露被誉为日本的天才滑雪少女 14岁就拿到了全日本滑雪锦标赛 滑雪板项目的冠军 还参加过北京冬奥会 这位奥运会运动员 同样是一位跨界AV女优 还曾为了拍摄狂砸300万日币整容 从肖谷到龙鼻全方位焕然一新 难道对日本女性来说 向下的自由真的有这么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吗 对于岸上的人来说 AV行业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于丰厚的报酬 毕竟有钱能是鬼推磨 这些年主动从高台上走下来的名人还真不少 日本花样游泳国家队的名将骗平倩 在退役后就主动加入AV行业 羽毛球运动员佐伯奈奈 从业两年半拍摄的AV超过200部 曾跟福元爱对战过的猫田丽久 还拍摄过跟乒乓球相关的题材 上文提到过的天才滑雪少女金井梦露 出生于日本的滑雪世家 父亲是举国文明的滑雪教练 父亲对他实行严格的军事滑管理训练 这让金井梦露在12岁成为史上最年轻的 职业单板滑雪手 18岁代表日本出展意大利都林冬奥会 由于压力过大 梦露两度意外摔倒 杀鱼而归 遭到了日本民众的谩骂 整个社会叫矛头对准自己 这样18岁的少女难以承受 于是他选择找牛郎来逃避现实 钱在牛郎店花光之后 他只好去做应照女郎还债 结果被周刊杂志曝光 自己的大尺度照片 登上日本各大报的首版 人生反正已经烂到谷底了 索性就豁出去吧 反正有钱就够了 2017年金井梦露决林下海拍AV 靠着两部影片赚到了2000万日元 这笔剧款对于大部分日本职场女性 都是渴望不可及的 据日本媒体Zenbird报道 日本2022年贫困率为15.4% 女性在职场上往往只能获得男性薪资的60% 因此许多人的收入甚至都难以满足日常开销 因此不难想象AV行业甚至吸引了很多明星 因为女优的名气越大 能为影片带来的热度和流量也就越多 相应的片酬也就越高 日本国民偶像女团AKB48成员 陈赖里莎 高松惠里 米泽留美 都相继下海拍摄AV 明明已经成功出道 在更体面的赛道上成为明星 做出成绩 却甘愿下海 前AV女优米哈罗表示 她可以用年薪在寸土寸丁的色谷购买住处 从女团进去AV的三上优雅在综艺中说 她用第一部AV的片酬就能在东京买套两室一厅 业内人士更透露 顶级AV女优的年收入可达1亿日元 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提出情色资本概念 认为年轻女性的美貌和地位财富知识 一样是可以被用作交换的资本 因此拥护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 AV女优用性资源换取金钱的过程 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 有女优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说 人们对色情明星的偏见越来越少 一些日本女人视我们为名人 甚至崇拜我们 情色资本交换财富 财富也能提升社会地位势能 这种尊重在AV拍摄现场也似乎可见 女优艾琳娜表示 工作人员对她都很尊重 还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食物 当我在拍摄AV电影时 她们准备立卡车的衣服和十多双鞋 太令人震惊了 在女优身甜优美的Vlog里 工作人员贴心地为她在休息室里 放了很多零食和饮料 衣物和洗护用品摆放整齐 她的拖鞋还被贴心地扣上专属名牌 有的日本男网友看到后直呼羡慕 失业的自己还没法参演AV 没有交换这种资本的机会 真如他们所说 能够调用情色资本的AV女优们 是幸运而自由的吗 拍AV很赚 是权力资本乃至全社会 诱惑女孩们向下的合谋 因为事实并不是如此 AV女优吉泽章在退休前的采访中提到 绝大多数女演员的每部片酬 在三万到五万之间 当然越出名的女演员片酬越高 但哪怕是作为头部演员的中泽美游记 每个月也只能拿到12到15万日元 换成人民币6000到8000 相当于日本一名护工的薪资水平 在深田勇美的Vlog里 一天拍摄14个小时三场戏是常态 早上8点就要坐车前往片场 签署摄影承诺书 阅读和背诵剧本 拍摄封面照 宣传照 对手戏 直到深夜10点才能下班 拍完最后一场 深田勇美疲惫地躺在床上 甚至没有力气讲话了 行业对于AV女优的要求非常严苛 深田勇美是现役粉丝数量最多的女优 然而她2017年出道时 由于销量过低被公司劝退 于是深田勇美 只身负韩国整容 从脸到身材 大动干戈的一番改造 随后一炮而红 被粉丝称作最强人造人 不仅是整体的外貌形象 行业要求甚至精细到毛发 据台湾AV研究员 玩No.1撰稿人称 AV女优必须接受脱毛 包括夜窝 手臂和腿部 女优们的手指上 都不可以有毛发 如此严格的要求背后 来源于AV的观众的偏好 她们希望看到 干净光滑的特写镜头 如果男人看到 女优手指和手臂上的毛发 她们可能会感到厌烦 然而 大面积的脱毛手术 存在一定风险 不止一位女优爆出 因脱毛手术失误 受到身体伤害 AV女优瑞瑞吼手 前往一家 日本YouTube网红 经营诊所 进行激光脱毛手术 结果被全身烧伤 在她晒出的照片里 腹部 下背部 和臀部 布满了几十个 红褐色的伤痕 在片场 女优们的人身安全 也不总能受到保障 灵目两美 在其所著书目里爆料 有人点燃了 喷在自己后背的杀虫剂 留下了一大片 烧伤的疤痕 她还曾被烛火 敲到缺氧窒息 如果片子卖得不好 女优的待遇 也会随之下降 不仅片酬更低 还要出演被强迫 多人运动 等更过分的情景 因此 21岁便出演AV的 灵目两美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性对我来说 既不是生育行为 也不是爱的行为 而是用来出售的商品 更为重要的是 商品的标价权 不受女孩们的掌控 因此每次的出售 都是对自身主体性的让度 在上野千赫子 与灵目两美共筑的 史仪极限艺术中 上野千赫子明确表示 对情色资本持批判态度 他认为 情色资本与经济文化不同的是 他无法通过努力获取 也无法积累 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在资本的所有者 对资本没有控制权的状态下 称其为资本 显然是错误的 当一个社会的多方声音 都在告诉女孩 能够通过出卖情色资本 获得自由 那就是一场合谋的骗局 既然AV女優 仅仅作为一类职业 那么受到伤害后 女孩们能否选择自行退出呢 答案是 不能 对于日本AV女優们来说 向下的大门永远敞开 可一旦踏入 便难以回头 BBC曾拍摄过 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纪录片 片中记录了 在日本街道 经常有很多星探 搭上过路的年轻女孩 说看中她们的潜力 想把她们捧成明星 并拿高额的报酬来引诱她们 在日本 经济团队和拍摄团队 分属不同公司 AV女優是经济公司的派遣工 正因为这样的行业机制 经济公司在招募女優 签订合同的时候 往往有所隐瞒 很多女孩们在进入片场前 都以为自己将从事模特 歌手等工作 小齐姓子 24岁时 在东京街头 遇到了一位星探 对方称自己 在寻找签约模特 觉得姓子很合适 姓子兴奋地以为 自己拿到了成名的入场券 很快就跟经济公司签了合同 等到了演出现场 她才发现 自己的工作 竟然是AV女優 我不愿意脱掉我的衣服 于是不停地哭泣 但现场有20个男人 把她团团围住 他们不停地劝说她 拍摄完这部影片 一定能一举成名 姓子说 我看不到脱困的办法 没有一个女人 被这样包围的时候 敢于说不 另一位AV女優星野说 自己同样是被经济公司 推到AV拍摄现场的 她出生于日本新系县 2004年 因入为杂志小姐大赛决赛 进入演艺圈 随后被公司介绍给一位A先生 A先生当时在奢华的色谷区 Mark City综合大楼内的一家 所谓的投资公司工作 星野听说 A先生的公司 投资著名的唱片公司 出版公司和电视节目 后来他才知道 这就是他们让女孩们 信任他们的方式 星野的合同中 只字未提AV有关的内容 公司也没有提供合同副本 他们说把她弄丢了 A先生告诉她 公司的其他员工 都在疯狂工作 来帮助星野实现她的明星梦 所以星野应该付出她的所有 被不断洗脑的星野 最终患上精神障碍 她有厌食症 而且经常沮丧 害怕见到人 不敢谈恋爱 也不敢再接受性 他们通过我的工作赚钱 却把我当作物品对待 合同中设立的违约机制 让女孩们即使意识到被骗 也不敢轻易离开 前人气AV女优 湘西笑 也是被星探打着 捧成日本当红女性的幌子哄骗 并当场签约 最后她又与巨额赔偿 被迫辍学 五年拍了50部AV 即便退役 女孩们也难以回归正常生活 无名女性的作者 中村敦艳 在采访完数百名 AV女优之后发现 由于他们缺乏其他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在离开AV界之后 最终进入到性行业 在酒吧当女招待 甚至在肥皂地浴室当妓女 星野在结束AV生涯之后 租住在一套简陋的公寓里 依靠做兼职和参加粉丝活动 赚取每个月不到十万日元的工资 勉强多日 即便转行 大部分人仍会戴着有色眼镜 来审视前AV女优 并肆意地对他们开着不尊重的玩笑 林木良美在离开AV界之后 扛去了东京大学的硕士 毕业后成为日本经济新闻社的一名记者 撰写了多部书 但是在上电视节目时 依然被主持人当众询问 赵杯多大 调侃她 文色双全 在新书宣传时期 林木良美总会被冠以 波霸演员 AV女优的前缀 在大众猎奇的审视中介绍自己的著作 并被不断提及和询问AV演员的过往 在第二性里 波芙娃的话 可以概括这些AV女优的处境 女人的不幸就在于 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 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 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 反而对她说 她只要听之认之滑下去 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 而当女孩们发现 财富和明星梦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却已经为时已晚 她们被行业的严苛机制束缚手脚 缺乏转型的技能 并留下难以磨灭的内心创伤 日本媒介环境中的AV女优 常常是割裂的 她们既被渲染的大胆 性感 富有和自由 但层出不穷的新闻 也昭示着痛苦 伤害和贫困 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某种程度上说 这也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矛盾感 一方面她们是保守的 说敬语 遵守等级秩序 家庭观念很重 大部分女优都提到 害怕自己拍摄的影片被父母发现 这样会让她们的脸上蒙羞 退休的AV女优们 在寻觅结婚对象时 也会隐瞒自己的从业经历 33岁的辉娜说 她的前男友发现家里的润滑剂 进而盘问出 她曾当过AV女优 此后她们就分手了 27岁的AV女优 马卡说 我的父母认为我这样的职业 不太可能找到一个富裕的 或来自受人尊敬的家庭的伴侣 所以她们放弃了我 但是另一方面 日本社会的性暗示 无处不在 街头的女性二手内裤贩卖机 成人音像店门口的AV海报 这些海报还出现在 便利商店酒店房间里 日本时代曾报道过 一对母子的经历 一位母亲带着儿子 到东京参加全国性儿童比赛 在比赛附近的酒店里 母亲发现一本 非常露骨的小册子 就放在房间的电话前 这种矛盾和割裂感 具象到社会的最小单元 家庭之中 常常表现为高度权威和高度压迫 而外面光怪陆离的世界 仿佛象征着一种爱和自由 上文所写的林木良美 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儿童文学家 林木良美从小就被严格要求 必须乖巧 听话 一路读名校 要成为世人眼中的优等生 林木良美还被母亲当作 研究儿童心理的对象 这种压迫感 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想要逃脱 高中时 林木良美接触到东京的辣妹文化 开始化烟熏装 穿超短裙 把贴身的内衣内裤卖给原味店的中年大叔 从而反抗父母给她设计好的完美人生 年轻的我 坚信我是假装被男人剥削 实则剥削男人的强者 这种反抗并没有给她带来梦想的自由 反而给她的身心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让她对男性和爱情都陷入失望境地 更重要的是 她的价值随着时间增长 在AV界不断贬损 我会把自己作为性对象的商品价值 和作为人的价值混淆起来 而令人遗憾的是 前一种价值是会逐渐下降的 特别是在有强烈罗利控倾向的日本 自杀而亡的AV女优泛导爱 同样来自一个家教森严的家庭 父亲要求她 吃饭的时候手臂不能碰到桌子 饭碗和筷子的拿法必须正确 她每天晚上都必须向父亲 汇报学校里的事情 总是受到父亲的批评和指责 哪怕和朋友出去玩 也会被父亲骂为不检点 甚至遭受毒打 母亲只会顺着父亲的意思 从不为她说话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 她来到AV界 想用自己的年轻貌美 换一个自由的通道 但显然 她们也许能用情色交换到性 名气乃至金钱 但得不到爱 更遑论自由 多方的鼓吹 是在向女孩们 兜售裹着糖衣的迷魂药 让她们入局 转变身份 质疑自己 不断自证 最后看着自己的价值流失 一步步丧失了 对自己身体主宰和评价的主体性 向下的道路 只有不停下坠 通往无碍的未来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或是留言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